一等啊 好 恭喜你拿到了中邦的M2型经典分图7 这台机器的性价比非常高 你一定会非常满意 在你开始使用之前 一定会着急把它装起来 现在我来教给大家怎么装 首先你开箱之后 你拿到的机器包装里面有这些东西 我终于给大家介绍一下 M2的疏控主机一台 可以 说话没事就简单 M2的喷枪盒一套 喷枪盒里边装的主要的部件 是一把手动喷枪 一把手动喷枪 和一套F208型的高效能粉红 里边还有其他的副件 等后边我给大家再一余介绍 一辆HA型的重型小车 这辆小车是专门为M2设计打造的 这里是硫化气压的气压表 这里是硫化气压的气压表 这里是浸气流水过滤器 这个尼龙绑带 是为了保护力处 防止在运输国车当中 金斧头摩擦到力处 你收到之后 要把这个尼龙绑带拿下来 把它用于喷枪的书分管 跟电来线的绑杂 不锈钢的粉桶一个 不锈钢粉桶的底部 是可拆卸的 不锈钢的底部是可拆卸的 当你换颜色的时候 打开这个大口就可以把油画板分离 这样整个粉桶清理过程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粉桶里会有一根粗粉管 粉桶里会有一根粗粉管 这根管是装到粉红座的下面 给粉红公粉用的 也就是粗粉用的 这一根叫一粉管 一粉管的作用是把粉桶里边的流化器 还有微量的粉末 送到喷房的任何一个角落 防止粉末污染你的工作空间 它实际最后安装物在这里 在粉桶里盖子 在这一边 粉桶的流化器 流化器的接口 在小车上 因为小车上有流化器压的压力表和调压法 所以小车有一根流化器管 锅一分钟 锅一分钟 好了吧 看起来这样 是不是感觉效果更好 不是 直接按这个 应该还够 直接按这个 按一下这个播放 还有 你还没停止录像